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不过这个作用了 那咱们这里边再稍稍说一下 好我们打开 这里边咱们记一下啊 大陆向音get 可以干嘛呢 接收用户通过url 向服务器传的参数 是什么 也叫做什么 get的请求 大陆向音post的 这个是什么呢 接收用户通过什么 表单 不能说通过表单 通过http协议 对 向服务器传的参数 也通常称为什么 http的post的传递 对吧 这两个都是客户端向服务器 传递的时候 用来接收数据用的 对吧 你除了这两个 其他的呢 也没有 还有一个request 对不对 到的 到的三号线 reqvst 这几个接收 对不对 其他的没有办法 接收客户端传递的数据 所以他们在咱们开发中 优秀的 非常非常多 因为客户端向服务器传递数据 无非就两种方法 一种是盖的方法 一种是post的方法 对不对 那什么就传递两种方法呢 就相当于比如说 我从北京去上海出差 我可以有多种方法 对不对 我可以坐火车 也可以坐飞机 对吧 但是各有缺点 对吧 坐飞机快 但是它贵 对吧 坐火车呢 虽然慢 但是它便宜点 所以呢 要用户去抉择 你用什么东西 把数据传给同行 所以方法 在学习peerp的阶段 就get post 如果你学习加瓦 或者是其他的语言里边 有可能有五六种传递方式 但是peerp 你只需要接触业络 就get post 然后要弄清楚 get post的 客户端向服务体能 传数据的什么 用缺点 以及最主要是探索的区别 对吧 那当然了 get就是通过地址而传递 对 那地址栏上有几个不好的地方 能看见 对 能看见 对吧 也就是我们通过这传参数的时候 比如这话 diambo.pt 后边传的参数 比如说密码 等于123456 那别人是不是就可以看见了 通过这个历史记录 是不是就可以怎么的 看到这个密码 所以这属于明文的了 不安全 另外地址栏 你看一下 它是有空间限制的 听懂吧 是有空间限制的 所以呢 长度还会限制 比如说你大量的 比如你录一篇文章 如果都跟他传的话 那有可能文章太大了 对不对 你上边一个文件 那文件有可能几招 这个状态 它根据不同领览器 有的是4096 有的是8192个字节 对吧 就全部都字节 是这么大的 一般都是8192个字节的 对吧 所以呢大小有限制 还是明文的 对吧 所以咱们只要是使用表单 咱们尽量就是使用什么 Post 对什么 而Post跟Guy的比 Post不能在UR上用 对不对 那Post随着这个协议之间 传给国际端的 它的大小限制 由P2P的配置文件 里边的菜单是决定 比如说哪个菜单是决定的 我们在这里边 找到一下P2P的II 咱们搜索一下 Post 找一下 看Post的最大尺寸8兆 对不对 我可以通过修改这个值来决定 Post能存得到 对不对 而且在地上还看不到 对吧 是不是相对安全一些 而且大小是不是也好一些 那这个大小呢 咱们是可以修改的 但是再修改 你也不要超过 补企的地址 评论吧 知道Guy的 Post的传输的方法 都区别了吧 那咱就模拟一下 什么是Guy的传输的 比如说 我在这块有个链接地址 我先把这个 关掉 一个ahif等于 谁让一 这里边 有的到 测试页面 然后我这里边请求的是 div.pp 问号 你看 在地址栏 它经常会通过参数 来区分用户做什么操作 听懂吗 比如用户action 它做的是 添加的操作 对不对 添加什么呢 underful 问号是后边加参数 多个参数之间是 参数名和指定等号隔开 然后多参数 用underful隔开 听懂吗 添加什么呢 添加id等于5的 对吧 并且名字等于 admin 你看我是不是像 div.p 在房子页面的时候 就算三个参数 现在我就需要 在这块做一个 什么 div.pp的程序 这里边 怎么接收 get过来的数据 很简单 既然是get过来的数据 就别忘了 用printr打印一下 div.p下方线 get 全在这个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我这话 在 local house 先看 this 这是链接词 页面 我一点击 是不是在这儿呢 通过get 传过来吧 当然这会儿 你可以手工机啊 再按这个 AA等于db 是不是这里就有了 对不对 那我可以 这个get是不是 就是一个超圈圈速度 它的超能力 就在于进入get的情绪 这样了吧 所以我可以 可以在这里边干嘛 除了打印它的值 还可以干嘛 一个一个获取 可以吧 比如获取这里边的 用户的动作 action 对吧 那就会输出一个动作 所以跟普通的速度 操作是不一样的 而post是什么呢 请求 你看 home表单 比如说咱们请求同一个地址 action 让它到哪呢 到div.p 看到了吗 然后 斜杆 home 对吧 然后我们这里边 需要一个方法 等于 默认是盖的方法 我们同样在这里边 去访问账 比如这里边 有用户名 input 类型等于 tst 然后 必须得有name 对吧 name等于 比如这叫name 然后 实际 比如说有个年龄 input 类型等于 tst 名字 就叫到年龄 然后我再来一个 就是性别 input 类型等于 tst 名字等于 性别 你看 dr 然后 input 类型等于 submit v都只等于 比如说提交 当然这块也可以有什么 也可以有名字 对 等于 sub 看一下 这个表单我们提交过去会什么样 我退下 反文 test 对吧 是不是 我们现在通过地址栏和这个都会把数据提交给代摸点这个阴面了我们在这会打印下print下方仙先打印到了下方仙盖然后我输出一个空格之后 然后我再print下方仙什么 post 对吧 输入这两个值 你前面刚说过了 现在我是不是都用概的提交的 所以这里边在写值的时候比如测试页面 是不是Gate里面有质 Post没有质 对不对 表单我也说Gate提交的AEDCC 看 是不是GateAEDCC 表单这个识别过来了 对吧 但是如果我把这个改成Post的提交方法 表单可以改成Post的提交 或者用后边咱们会觉得R.X 也可以改成Post的提交 但是这种UR只能是Gate的提交 因为这种UR就是Gate的存力 听什么 来我们看一下 现在如果改成Post提交的话 刷新一下 提交 你看上面Gate是就没有数据了 在Post的这儿去数据 对吧 然后地址上你看有吗 是没有 当然了一个表单 你可以抢Gate的Post的两种密集提交 怎么了 在这会儿我传一个问号 对吧 因为我方式采文是Post的 我的地址上这里写是不Gate的 AA等于什么 WW Underflow 什么BB等于YY 不是团两个电量 好 保存一下 刷新一下 我得先后退一下 再刷新一下 对吧 我现在提交 你看 是不是Gate的你能收到 Post能收到 对吧 所以 Gate的Post的区别 知道了吧 这是Gate的Post的区别 而Request是干嘛的呢 Request是干嘛的呢 你看 我下边再打一下 收出 什么 BR PR P-R-I-N-T-R-R-R-E-Q-U-E-S-T Request的本意什么意思 是不是请求意思 只要是客户端 不管通过什么方法 把数据给服务器端 他都能接受 他的能力是比Gate的Post的要强的 包括客户端的 QK过来的信息 他也能接受 只要是客户端交给服务器端的 不管什么样的请求信息 内容的信息 他都能接受到 那比如说能这个 你看 我用测试页面 Gate这个 是不是这里能接受到了 对吧 我用这个表单提交 你看 Gate能接受到 这里面是不是全部的 对吧 全在一起呢 所以他的好处在这儿吧 但是我不建议 在实际开发中使用什么 使用Request 为什么不建议 实际开发使用Request 比如说 这里边 如果像这个切法 Gate和Post的如果从影呢 你比如说 我这里边 AA这个W 我也叫A纸 看好 我也叫A纸 会什么样呢 专心一下 你看Gate里边 是不是收到了A纸 Post收到了A纸 这里边是不是被覆盖了 对吧 这种情况不行 另外呢 你任何客户端的请求 都能接受 是不是给黑客攻击 留了一个什么 很大的空间 黑客不管用什么手能攻击 你都能接受 都帮助他 对不对 所以咱们平时开发的时候 用Gate请求的 你就用Gate 用Post请求用Post的 不要用Request的 所以这种Request 你倒不存在就可以 什么项目也都可以开发 知道吗 平时咱们可以 比如说 如果两个都请求开发的时候 咱可以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假如说Gate 用户说不准用Gate 用Post的 对不对 这种情况 都可以这么多 随便做一个数据 等于什么呢 碳号 EMPTY 判断什么呢 如果道路下 Post的存在 就干嘛 就把这个AR 不给Post 否则 我就把Gate 不给它 这样这个数据 是不是既能接受 Gate和Post 别的不需要 对不对 也是一种办法 知道吗 但是尽量不要 有Post OK 另外在新版本里边 P4的版本里边 在写函数的时候 比如说 Demo函数 尽量不要把这个 和这个 作为参数 听懂吧 在老的版本里边 是可以用他们 作为参数的 因为他们就是 一个变量了 对不对 但是新版本里边 咱们现在是不是 用PF4的版本 你看我刷新一下 是否告诉我们 这个错误 全局变量不能 使用的错误 对吧 记住 以后在新版本里边 别用全局变量 做函数的 那个行叉 那有关 GedPost信息 这些东西 怎么也会经常用到的 另外还有什么 GedPost的接受 也可以是速度 什么速度 比如说 这个还是不能用 我给你收拾一下 看好了 我怎么去写速度 比如说 在Ged上边 我在声明 挨个神的时候 我可必这么加 看到了吧 加中号 ADD 再写个 Action 再来个中号 等于 是MOD 看一下 在地上可不可以写中号 反复一下 测试机面 Action 是不是被覆盖了 中央密集效果 那我刷新一下 等到 是不是Action 是本身速度零是ADD E是MOD 这些不是速度 是不是以速度的方式 传一个值过来 对吧 加中号 同样Post的也是可以的 如果在名字后边加上中央号 你看 我加上三个中央号 看到了吧 这样的话 在提交的时候 就可以是名字 加中号就是意思 以速度的方式过来 我再刷新一下 这块 AA BBC 这块是BD 第一 提交 你看 名字这话 是不是就变成速度了 里边第一个单元是 AA BBC 对吧 因为 GET Post 可以是第一个速度 二个速度 三个速度 可以的 因为只要速度 就可以有这样的一路 对吧 这是这样的 如果我下标 顺序 想自己制定 我可比 这 来个7 来个8 来个9 可不可以这么写 看这 刷新一下 AA BB C 看一下 是不是下标 也可以自己制定吗 一般的等等 让它自动动场 控制什么就行了 除了这种自动指定 我们还可以干嘛 我就不能写自乎串 对吧 比如这块名字 1 名字2 名字 3 3 然后我们再回复一下 刷新一下 我们再调到 AA BB C C 看 123 是不是下部 就是关联的了 所以咱们 怎么处理都行 只要是你会玩速度 这些就是数据 因为数据形式一样 这点功能是很有用的 这点功能是很有用 对吧 有的时候咱经常会用这种方式 去向客户团队数据 后边的客户中 我也会写这样的情况的东西 好吧 好 这就这几个 向大家介绍了 什么 另外三个 一个什么 rtp的 应该叫做URL的get 对不对 这个邀记 邀错了 然后一个是rtp的post 对吧 还有什么 对 还有request getpost cookie的全部内容 是不是都可以接受 好 谢谢大家 咱们这几个内容 就到这里 好吧 有关 有关 先别着急 有关 其他的话题 咱们下转时的继续讨论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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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